我们在这儿找饭,9点多钟 餐厅里已经挤满了很多人 连警察他们的值班都跑到这儿来吃饭 墨西哥城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一个城市 由于它的高海拔,所以这城市比较干燥 夏天没那么热,冬天也不冷 这是我列出的我们在墨西哥城10天的主要经历 从瓦哈卡旅行回来的第二天 我们就把车返回了机场 所以在墨西哥城的交通工具 主要是Uber和他们的公共交通 地铁、公交车 这一次在墨西哥城 我们还体验了它的公交缆车 让我们惊叹不已 体验到墨西哥交通系统的前瞻性 乘坐公共交通的最好的办法 是先需要买一张他们的地铁卡 只有在2号、6号、8号线的车站才可以买得到 同时一张卡可以多人使用 在墨西哥旅游很多地方无法使用信用卡 只能用现金 所有的博物馆周一关门 有一些景区针对学生和年长者也有优惠 这次的旅行 因为我们不会西班牙语 但是我们遇到了很多 可以用英语交流的人帮我们翻译 同时在我们的手机上 我们也下载了一个微软的翻译软件 对我们的帮助也很大 但更大的帮助还是来自于当地的朋友 平平现在拿着手机倒着航 我们现在在地铁站 做他们的Subway 对第一次开始坐Mexico的地铁 听说Subway很酷 客户了 而且我们要找三趟Subway 所以我们要尝试看看能不能找到 我们要去它精彩的金字塔 这写的是 Entrita 近站 我们在哪儿买票 在这儿买票 Mexico Mexico 我们这儿就进站了 Gracias 这铁不通有多空的 我们现在在地铁站 因为铁不通 我们都不知道是方向 对不对 不所谓 做错一站 下集之后 换一换方向就行 做对 我们就继续往下走 对 对 你别乱转 你站个地方站定 你可以找到你 现在我们区域的方向 上了地铁了 它这上面画得很长寿 我想我都找不着的 跟平民 千辛万苦 实际上还是很容易的 很多人会帮你 看我们现在已经到了 其实总站六号门了 我们现在在找八号门 好像是最后一个 就是去太阳金字塔的 我们已经成功了 下班一个小时以后 我们就可以到金字塔了 公交车路程一个小时 大家可以看到缆车 在冲中穿行 这是墨西哥的交通工具之一 他们的缆车 上山就没有公交车了 就可以坐缆车 所以是属于公交系统的 一部分 我们现在坐的这个车 是一个比较长度的 离开市中心的 公交总站的旅途大巴 去看 它的太阳 它越南金字塔 有墨西哥 最著名的金字塔 世界文化遗产 联合国指名的 1997年 就定义为世界第三大金字塔 我们的长度大巴 要一个小时 现在已经到了太阳金字塔 马上下车 马上下车 太阳金字塔 园区在这儿 当然我们得在这儿买票 看看这排队买票的人 人山人海 门票 90块钱一张 所以我们11点50的车 离开到市区 对吧 市区坐长途他不过来 现在一点半 买完票 其实差不多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 但是坐地铁呢 就是有点周折 你要搞清楚方向 也不难 很容易 所以我们终于到这儿 王陵大道 这是月亮坛 所以这边还有一个坛 所以我们现在去搬 登这个坛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 它都不让上 以前可以登到塔顶 坛顶是66米 上不去 这个呢是46米 也上不去 现在王陵大道 这是正南的方向 现在中午12点左右 这边好多祭坛 比较矮的 就是普通人祭祀的地方 然后这边 这边有帝王集祭祀的地方 这就是月亮坛 这是太阳坛 是最高的 可以到64米 面积很大 225米 正方形 非常庄重 底下有四个大密室 但是现在都不对外开放 我们也不能爬这个台阶 再转过来 平平站的这个方向 这个坛是正东方向 然后我们现在是 南西北 这正北方向 后靠着这座大山 平平所在的方向 前面那个金字塔 就是月亮坛 平平现在在找角度 拍他那些特写照 因为太阳光太漂亮 看这个 金字塔有多雄伟 我现在走到了这个金字塔的最南头 看看还有无尽 无穷无尽的台阶圣坛 还要再往前延伸 我们现在回头看一看 我现在往东这个角度转过来 这边就看到了 我们刚才进来的二号门的金字塔 太阳金字塔 好雄伟 好壮观 好庞大 这是两千年以前修建的 现在来到了太阳宫 最下面主通道 这是条主通道 上到顶的 上面是祭坛 这块有一个岸道 这个岸道 看见吗 这是个岸道 这是岸道 我进去之后 会发现这里边 一共有四个大的 厅室 在这里边 厅室作为各种不同的祭祀活动 在一定的时间内 会在里边 进行各种仪式 非常壮观 这个整个金字塔 长度和宽度是一样的 是个正方体 有250米左右 我们现在来到了太阳塔的脚下 我们现在看呢 这是太阳金字塔 俗称太阳塔 最正宗的正门正道 这个前面还有个坛 这个坛当时就是 管理普通老百姓的坛 死亡大道 Avenue Death 正北方向 太阳 月亮金字塔 转过来正中心 大道正中心 月亮金字塔 再转过来 正南向 这个城市的所在地 我们可以俯瞰整个城市 都在我们脚下 遇到的人 遇到了几个特别 amazing的当地人 但是他们在北京工作 我们现在准备上车 跟他们一起啊 正好 来 太好了 你们都不能相见 我们现在碰到的几个朋友 是墨西哥当地朋友 但他们在北京工作 这个是 Your name Johnson Johnson 你觉得挺好 听听他的口音 Alex 我叫A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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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所以 真的很幸福 认识你 每次你来到美西哥 你都很欢迎 Julie 你讲西班牙 来 我说 我说 什么你喜欢说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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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点困 哈哈哈 你可以 你可以有机会 可以去搜索我们 就知道我们在干嘛 哦 可以 你们几个会上我的YouTube 哦 可以 我们在 我们在 Costa Riko 我们在 Costa Riko 我认识了一个警察 他在北京 在台湾 20年前 现在他在50 他在警察 三个星期间 我们在 Costa Riko 我们在 Costa Riko 我们在 Costa Riko Costa Riko 我们在 Costa Riko 我把他在 YouTube 三天之后 我们都变得 很流行 在 Costa Riko 在 Costa Riko 甚至 租车人 我们在 Costa Riko 你认识你 你认识你 因为他们在 Costa Riko 我们在 Costa Riko 回到了 墨西哥城 很好 是吗 从 再来一下 一二三 让我查看一下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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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高兴了 我们要分手了 多么高兴 我把罗法给你 肯定的 你加个朱莉的微信没 我一会儿 一会儿你可以加一下 好的 我们下了大巴了 这个现在就是 墨西哥城的北 北站 汽车北站 汽车北总站 汽车北总站 非常神奇 去什么地方都可以在这做巴斯 去往墨西哥各地的不同的北面城市的去北面城市的各个不同的地方的你都可以从这做巴斯还一个南总的对所以这去南边的各大城市这么大的一个地方 这个只是一个中转站的饭厅 就这么大 每一个这口都是直接站台那个口全是站台这是出门那边是地铁完了城市交通在这边这边也是口从方向性来看这应该什么这应该西边我们后面是南边你看啊这就是可行的方向性来看 他的墨西哥城两千两百万两千七百万人口的大城市 跟上海北京可以类比 汽车总站的名字啊看到 Otobus D Nord 南城汽车总站 看看这人 但是非常拥挤 非常繁忙但是人人都很有礼貌 会给你让路 这个两位 哥伦比尔朋友跟我们带队 他们会讲斯班牙语 所以他们会讲英文 所以他们一直在帮我们 因为我们现在要去转那个列车 转那个地铁 我们也不太清楚怎么走 但是他们就很明白 所以他们语言 我们就变成新的一个语言 对他们就给我们做翻译 给我们做导游 It's time to say bye bye Have a good trip Enjoy Mexico 我这个叫卖的车子 新鲜水果 从冬场直接摘下来的 超新鲜 而且价格超合理 我们现在来到这家饭店来吃饭 我们现在来到这家饭店来吃饭 得分很高的 我们现在进来找座 一上呢是酒吧 有烤肉 有吧台 很多美味加油 而且场地还挺大 现在再看他们家的菜单更有 惊奇的特色 所有的菜 鸡鸭鱼肉 海鲜 基本都全 东西之多 这就是这家餐馆 餐馆 大家记住他们家的名字 Le Coup 你记得什么是 Ensanad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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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sta Covici Caco Pastadas Soup Bar Soup Bar Where is the Soup Bar I want the Soup Bar tonight I want the Soup Bar tonight I don't see any Soup Bar I don't see any Soup Bar I don't see any Soup Bar 是说这家饭店的名字啊 Yeah it's very very nice 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 因为它记住 You want some of the tea No and no tea 有这个 beer Mandalo Mandalo 好像是巴哈的 beer吧 Mandalo Negro 墨西哥城 首都的 革命大道 Revolution Evenue 整个一个不业城 整个 现在是晚上9点多钟 看看这个城市 对面是 艺术工 非常有名的 博物馆 供大家参观 我们现在看看整个这个广场 充满了人 这都不是最大的广场 华莱兹 Patria 总统的 雕像 这就是 他们的生活 他们的晚上 大姑娘 小媳妇 都在这摆摊 然后 游客 行人 都在这散步 这一群华汉兵的爱好者的年轻人 他们在这个 广场上 运动完了 跑到这儿来集体拍照 特别开心 特别热闹 所以我们现在给他们看看 Hola Hola 这都被爱好者 Yeah Hola Great Yeah 哈哈哈 哈哈哈 你看他们又开心又热闹 又热闹 这些年轻人 这些年轻人 我们的频频呢 在给他们留电话号码 因为他们可以交换照片 然后 两位是他们这个俱乐部的成员 组织者 所以他们呢非常开心 我们是Valamb的组织 我们在美积城市场 所以他就是 他一个主持人 所以那是这个名字 那是这个名字 那是这个名字 是的 你欢迎来车车车车车 在美积城市场 每天晚上 每天晚上 我们在这里 所以享受 你们非常欢迎来 很高兴 来吧 欢迎来 我们希望他们可以 去旅行 和我们一起 我爱你 嘿 们 如果你们有趣 这个群 你们可以来 和参加这些人 他们很酷 我看到他们很高兴 那些人你愿意见他们 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带上汉兵鞋 到这儿来参加他们的活动 超棒的 我叫他们 马辣 马辣 好的 享受 好的 享受 好的 好的 拜拜 好 再见 那是个团队 那是另一个团队 那是个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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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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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这么酷啊 这些年轻人 你看他们玩的游戏 不是电子游戏 是体力游戏 哈哈哈 超酷啊